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农河医保和这个城镇职工医保有什么区别 其实这两种保险都是我们得大病大灾 需要住院的时候 由保险基金拿出一大笔钱来 帮我们缴交这个医疗费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参加了这个保险 起码得大病之后是有人管我们的 当然这两种保险由于缴交的费用是不同的 所以也有它的不同之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新农河是不能延续的 什么叫不能延续呢 咱们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朋友们都知道 每个月医保基金都会往你的个人账户中打一笔钱 少则一百多多则二三百 这个钱汇入到我们的个人账户中 主要是解决一个门诊医疗费的问题 你比如说得了个头疼感冒 要到这个医院做一个小检查 这个钱医保是没法报销的 但是你可以用个人账户的钱去付款 而且这个账户是不会被撤销的 这个账户永远是你的 好比说你今年医保总打了两千块钱 没病没灾度过一年非常好 那么这两千块钱会顺延到下一年 继续成为你个人账户中的钱 不会因为时间给你清零的 这个钱一辈子永远都是你的 但是新农河保险可不是这样 咱们这么讲吧 新农河保险 有点像我们每年都要给汽车买的商业保险 或者交墙险 这个保险是一把一利索的 你交一年前买一年的保险 他就管你一年 下一年度你不交钱了 你就享受不到这个保险服务了 也就是说新农河等于是没有个人账户的 没有个人账户留存 这个钱也挪不到第二年 当然有的朋友也说 不对啊 我在的省份好像是有个人账户的 是的 新农河在此前有些试点省份 是有这个个人账户的 只不过个人账户中的钱实在太少 你想新农河一年一个人才交个二三百块钱 你这个个人账户可能有的省份才二三十块钱 当时的设计思路是 这二三十块钱解决一个门诊报销的问题 可问题是咱们也清楚 今天在很多城市的医院挂号费都要五十块钱了 你这二十块钱够什么用啊 所以国家相关部委早就发文了 新农河的个人账户 未来会一定全部被取消的 而且在有些没取消的省份 以往都出现个情况啊 到年底了 大家传说这个个人账户要清零了 所以突击性的 你没有得病 也到医院去开点药 甚至有些人打起了套现的主意 二三十块钱也是钱啊 把这个钱套现出来 买这个生活日用品 这样新农河的个人账户 就达不到他初始设计的目的 所以要把个人账户给取消掉 也就是说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新农河医保跟城镇职工医保是不一样的 他一年就管一年的事 所以每年九月到十二月 一定不要忘记了 去缴交下一年的新农河医保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